好 截著我們要把鏡頭轉移到台灣這邊來 這幾天網友討論度很高的是什麼呢 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硬的教招 即將又要在明年上路了 國防部公布了辦法 天數從原本的7天 必須要拉長到14天 而且頻率從原本的2年 也變成年年要來所謂的教招 操課的時數也大幅度的增加 預計會有15000人受到管制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國防部打算要推出好康 對於五度以上志願參加教招者 要給予獎金 好 面對於這樣的獎金制度 我們就直接走上街頭來問問看 大家面對於這樣的獎金 願意被教招嗎 舊制為五至七天 新制為十四天 比較新舊制度 舊制五到七天兩年一訓 人數有九點七萬 新制十四天年年失訓 人數只有一點五萬 以照訓兩次計算 操課時數也大幅增加 涉及訓練從十二小時到二十八小時 戰鬥教練從十二小時增加到五十六小時 雖然待遇一天從七百元到九百元 沒有改變 國防部也祭出好康 未來志願參加第五次以上教招 加發獎金 企業所得得檢除印照元 請假期間薪資百分之一百五 一年內到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免掛號費 到福利站購物國軍英雄館住宿 還想優惠 城報行政院審議當中 雖然民眾聽到以後 似乎意願不高 但一旦被抽中 還是得按時去報導 華視新聞 江振宏 薛松前台北報導